今天我们来做比脸还大的香酥鸡排 我们先来处理整块的鸡胸肉 先把里肌的部分切开,但是不要切断 然后剩下的胸肉部分片开,尽量保证厚度一致 翻过来,但是不要切断 这样就是一整块鸡排了 用刀背给鸡肉做个马刹鸡 断开肉中的纤维,让鸡肉的口感更滑嫩 我们再来做腌制鸡肉的酱汁,洋葱切大块,蒜切末 锅中油烧热,把洋葱爆香 洋葱爆出香味后,放入蒜末姜末,炒香 然后放入自然粒,继续中大火炒香 洋葱炒软后,倒入生抽 继续炒出酱油的香味 加水,大火烧开 加入蜂蜜,拌匀 烧开后关火 倒入料酒,柠檬汁 拌匀后放至冷却 再处理好的鸡肉两面 用叉子出出很多孔,让鸡肉更好入味 然后放入密封袋 倒入冷却的酱汁 充分混合后放入冰箱冷藏过夜 最好冷藏24小时以上 我们再来做面衣 面粉和所有香辛料倒入盆中,充分混合 腌了一夜的鸡肉,两面先挂上马铃薯淀粉 然后放入调好味的面衣盆里,充分沾上面粉 用手使劲按持,不然炸的时候面衣和鸡肉会脱开 挂好面衣的鸡排拿出来抖一抖 放入清水盆中,锁三秒 重复刚才的步骤,再挂一层面粉 再过水 再挂一层面粉按时 这样反复三次就好了 这上面面粉的纹理炸出来就是鸡肉脆皮的外衣 锅中油烧热至170度 炸至途中尽量保证油温稳定在170度 炸至4分钟,这个时候里面的肉就已经熟透了 捞出鸡排,继续大火把油温烧至185度 然后把鸡排重回锅中高温炸至面衣金黄 大概炸40秒 炸好后捞出控油 放凉后就可以开吃了 面衣脆香肉质多汁鲜嫩 比脸还大的鸡排赶快动手做起来吧 我们下次见啦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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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